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关联容器 关联容器包括Map,Set,MultiSet和MultiMap 内部都是使用非线形的竖结构来实现的 红灰竖 Map是提供一种键值关系的这样一种一对一的存储 键就相当于锁引 它对应着一个值 Map中的键值是不能重复的 Set又被称为集合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一组元素的集合 在这个集合中每一个元素的值都是唯一的 并且是按一定顺序来排列的 MultiSet是Set的扩展 它是多重集合 它实现方式跟Set是相似的 但是它不要求集合中的元素是唯一的 在MultiSet中同一个元素可以出现多次 MultiMap也跟Map的原理相似 但是它允许键在容器中可以是重复的 相对于顺序容器来说 关联容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它内部实现是采用非线性的二杂数结构 因此它内部检索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第二 Set和Map可以保证元素的唯一性 MultiSet和MultiMap都是在Set跟Map之上进行扩展 允许元素不唯一 第三个特点 关联容器中的元素都是有顺序的 默认在X的时候是按升序来排列的 并不是跟升序容器一样 根据X的顺序来决定它们内部顺序的 下面让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它们 首先是Map 可以将Map理解为关联数组 用来将某个元素的值 与某个特定的键进行关联 讲Map之前我们需要介绍一下Pair类型 Pair就是一个两个类型的组合 比如一个人 还是有一个学号 还是有一个姓名 这个时候学号就跟秀名进行关联起来 可以通过学号来检索到人的姓名 Map是一个容器 所以它里面装了很多个Pair对象 每一个Pair都是一个元素 Pair的第一个元素被称为键 第二个元素被称为值 每一个键会对应一个值 Map内部定义了三种类型 分别是KeyTime,MappedTime,以及ValueTime 算分别表示键的类型 直的类型,以及Pair类型 Pair的第一个元素是键 第二个元素是值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定义Pair对象 定义Pair对象就有三种方法 因为Pair也是一个类模板 需要来指定元素的类型 分别是T1和T2 这条语句可以用来创建一个空的Pair对象 P1 下面这条语句我们可以在创建一个Pair对象的时候 指定这个对象的注视值 第三种方法可以直接使用MakePair这样一个函数 它可以返回一个Pair对象 在创建完一个Pair对象之后 我们可以使用Pair提供的成员 First成员可以返回Pair的第一个元素 也被称为键 Second成员指向Pair的第二个元素 表示值 可以在Pair对象上使用小印算符和相等运算符 用来比较两个Pair对象的大小 相等运算符可以用来判断两个Pair对象是否相等 介绍完Pair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怎么来定义Map对象 就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定义对象之后没有参数 这个时候会定义一个空的Map对象 它的键和值的类型是分别是K和V 第二种方法在定义一个对象的时候 给它指定一个参数 M跟M2的键和值的类型都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将M处置化成M2的一个副本 下面一种方法是使用一对替代器 以这个M对象进行处置化 Map对象分别定义了KeyType,MappedType和Valtype 这种类型需要通过这种方法来引用它们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Map提供的一些添加元素的一些方法 像Map中添加元素可以使用以下这种方法 首先是Insert的方法 跟前面介绍的也是一样的 第一种方法是有一个参数 E是Valtype类型的值 参数成功之后 Insert会返回一个Pair类型的对象 Pair类型第一个元素是一个叠代器 第二个元素是团类型的一个变量 用来表示参数是否成功 Insert的第二种方法是使用一对叠代器 表示将叠代器范围之间的这样一个元素 都叠入到Map中 第三种方法也是只有两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是叠代器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Pair类型的对象 它表示将Pair类型的E 插入到叠代器之后 最后一种方法是使用下边运算符 比如说我们将学号跟性命进行关联 表面上看起来是将学号为1000的 这个人的名字修改为章3 但是它还有另外一种副作用 调用这句话的时候 会在Map中查找有没有件是1000的这样一个元素 如果没有的话 它会将件为1000只为章3 这样一个元素插入到当前的Map中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边是查询元素 查询可以通过Count和Find的方法 Count的方法可以用来返回件为K 这样元素的个数 Map是不支持相同的件出现两次的 所以说它的值只能是0或者1 Find是用来查询 只为件的元素是不是存在 对某个件对应的直径修改的时候 可以使用这种下标的方法 然后在使用之前 我们需要来查询一下这个件是不是存在 只有不存在的时候 如果说Count的反位0 或者是Find的搜索不要的时候 我们才使用下标运散符来修改 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删除元素使用Ares方法 这个跟顺序容器是一样的 我们这里就不介绍了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Site类型 Site它表示一个集合 它支持Map提供的大部分操作 但是Site不支持下标操作 因为它只是保存一个元素 就定义MaptTime这样一个类型 下面是Multimap和MultiSite 插入删除元素也是跟Map的方法一样的 插找的时候它不是有点差异的 关键容器中我们使用Map是最多的 Site的次之 Multimap和MultiSite一般使用不到 这里我们就不介绍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 再往下我们来介绍一下容器适配器 容器适配器是容器的接口 它本身内部是不能保存元素的 它内部是用另外一种顺序容器去实现的 Site类型中包含三种适配器 一种是站 Stack 另外一种是对列 Q 第三种是优先对列 Priority Q 大家应该对站 对列 优先对列都比较熟悉 站就一种特点叫做后入先出 我们在函数调用的时候 就使用站的这种原理 对列就一种特点叫做先入先出 类似于人们排队的 就先来后到的这种顺序 优先级对列也是对列的一种 也是遵循先入先出的 只是说还有另外一种因素的影响 也用了优先级上一个概念 高预先级的原素的优先处理 适配器内部是通过顺序容器去实现的 默认Stack和Q内部是基于Deck来实现的 Priority Q内部是基于Vector来实现的 我们在创建他们三个对象的时候 可以使用他们默认的顺序容器 也可以更改他们的默认的顺序容器 用我们指定的顺序容器 站的特点是后进先出 所以说支持站的顺序容器 Vector,List和Deck都是可以的 对列的特点是先进先出 因素需要支持PopFront这个方法 用来取出养铁容器首部的这样一个元素 所以说它不能建立在Vector之上 就像你对列这个适配器 是要支持随机访问的这样一种能力 所以说它不能建立在类似的容器上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容器适配器 通用的操作和类型 容器适配器的内部定义了三种类型 SenseType 用来存储适配器长度 VectorType是适配器内部元素的类型 ContainerType是用来表示 它内部基础容器的类型 设定一个适配器对象 有一下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不指定参数 这个时候是使用默认构的函数 第二种方法是使用另外一个容器 来初始化这个适配器对象 创建之后 A就是C的一个副本 同时容器适配器支持关系操作符 比如说相等应酸幅不等小于小于等于大于大于等于等等 前面说我们可以更改适配器基础容器的类型 这里可以通过坚固化的第二个参数来指定新的基础容器 RustDeck它是默认是基础Deck这个容器来实现的 这里我们定义一个Zeg 同时我们让它基于Vector这个容器来实现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覆盖它默认的基础容器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这后面要有一个空格 不然是编译不过的 因为站支持后进先出 提供了一些方法 我就是pop方法 用来弹出站顶的元素 反映直视void top方法可以用来返回站顶的元素 但不会删除元素 那么需要从站顶弹出一个元素 然后保存下来的时候 可以先调用top方法 然后再调用pop方法 push方法可以用来向站顶加入一个新的元素 amny方法用来返回站顶是不是空的 side方法用来返回当前站中的元素的个数 队列和一圈队列 因为跟站内部实现的基础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跟站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经过了amny和side方法 除了pop top和push方法 它也经过了front方法和back方法 配备用来返回队列对手和对尾的元素